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元兑美元目前上涨0.05% 中间盘中闪崩最多是下跌了超过5% 目前报价是0.6580 比特币价格下跌了5% 目前报价是7800多美金 那么昨天市场上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反响呢 主要还是因为周末沙特方面是公布了增产协议 并且呢随之引来了一些资本市场上的动荡 那么为什么沙特会要增产呢 原来不是谈讨好的是要减产吗 所以说呢我们要去判断一下事情的起因经过 那么以及呢背后的政治原因经济影响 还有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未来的一个价格走势 那么原油价格呢暴跌33% 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基本上没有几个人遭遇过这样的一个行情 开盘就是暴跌 所以也没有机会出场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部分人都如果是石油的多头啊 基本上都是随时比较惨重的 也创下了91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 那么瞬间是跌破30美金 澳大利亚200指数呢受此影响也是一度是下跌到了6点多 为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大盘中跌幅 美股期货呢早盘甚至是熔断 我们知道中国当年是搞了一个熔断机制 那么大家开始交易啊 几分钟之后发现下班了 都不用交易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美股之后是采取了一个熔断机制 下跌5% 那么也是澳元对美金呢 像这种大宗商品类的啊 或者是石油类的这个货币 比方说加拿大家原 那么尤其是以澳元闪崩之后呢 是暴跌了接近5%下跌300多点 跌至了0.63的价格 也是触及了11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澳元对人民币呢 也是一度跌破了4块5 相信对大家广大要换汇的朋友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息 但是呢我们要回到事情的本质 起因呢就是在周五呢 IPEC和这个俄罗斯啊 大家坐在一起谈判的时候 本来商量的是要减产 结果呢沙特拿出来了一个日减产 接近150万桶的一个协议啊 觉得非常不错 但是俄罗斯理都没理啊 直接拒绝 因为俄罗斯的理由也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是处在被西方社会制裁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 不管再怎么降价啊 对俄罗斯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西方国家也不会从俄罗斯那里进口大量的石油 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 长期稳定的把石油供用到给中国 那么实际上 这个价格的涨跌和增产减产 对俄罗斯的影响是最小的 但是呢中东沙特不这么认为 他是觉得俄罗斯非常的不给面子 尤其呢目前呢沙特的大小失误 都是以王储为主 而这个王储呢 又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 目前又急需树立微信 所以我们看到政治上呢 沙特在周末的时候呢 是雷厉风行逮捕了三位王公大臣 就是贵族被逮捕了 那么这三个人之前呢 曾经掌管沙特的军事 沙特的情报局 跟美国方面也关系不错 还有呢是沙特的 类似于首富级别的一些财务上的一些大臣 那么这三个人被抓起来之后呢 也是奠定了未来呢 以王储为核心的改革派的一个道路 沙特呢也就是因此才能够 这么大幅的降低了对外出口石油的一个价格 导致石油市场矩阵 所以呢从内到外啊 它有这个原因 也有政治因素 也有经济因素 也有和俄罗斯对抗的因素 那么背后呢 也可能会出现未来呢 特朗普出面协调 那么看一下大家能不能扛住啊 像美国的原油都是有成本的 那么成本呢是在三十多块钱 沙特相对比较低啊 在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但是生产成顿不一定代表的最终的销售成本 而最终的销售成本也不一定代表着最终的收益 所以说呢我们要看的是最终的净收益 那么相比于沙特俄罗斯其实能够接受的石油价格是要比沙特更低的 虽然它的产量啊在总体上跟沙特呢还是有一定定的差距 并且呢石油的生产价格上啊也是要比沙特要贵 但是呢俄罗斯人民不较朴素啊 对不对 不像沙特呢 大家大吃大喝习惯了 所以呢整体的政府开支的角度来讲的话 俄罗斯还是能够坚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和情况下呢 我们就能够去看到这一次的事件呢 有可能是沙特希望俄罗斯重新做回谈判桌 好好商量啊 大家把这个事情谈一谈 未来呢让油价有一个稳定的支持的因素 但是呢俄罗斯领不领情 还是要看美国以及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 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我们也知道石油价格啊 虽然目前暴跌了 但是呢进口原油可能还是按照之前的 70块钱6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啊 因为进口的合同一千可能就是半年三年啊 甚至时间更久 因此呢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价格下跌 可能影响了现货石油价格啊 包括进口的价格可能也要是延迟到半年以后 才会显现出来 而金融市场上最担心的呢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呢就是信贷问题 由石油和能源公司签订的这些贷款协议 或者是发行的债券 在资本市场上啊卖的非常好 因为大家觉得啊 你生产石油或者是生产黄金这一类的企业 本身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呢愿意借给他更多的钱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由价下跌导致公司产生破产的可能性 未来呢就会引发金融系统 尤其是银康系统 信贷系统的矩阵 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信贷危机 我们知道07年信贷危机是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 那么这次会不会从能源市场上引发 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因为能源也是在股市或者经济体能里面占比比较大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要关注受到影响的这些避险产品和风险资产 所以呢大家要在过去啊 可能只是买入股票持有持有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这种时候真的已经过去了 在去年我们就让大家一定是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同时持有 那么在今年的话一定要再加入一个叫中性资产 所以说三类资产我们一起持有的话 在最近石油暴跌或者是股市大幅震荡的时候 明显能看出来避险资产和中性资产的优势 那么在虽然在风险资产我们可能啊损失 比方说我损失十万 那大家损失五万 我赚十万大家赚二十万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掺杂了一些中性或者是避险资产的话 那么整个的家庭资产显得就会更加的完善 那么也能够极大的抵御外部的一些不可抗的因素 那么像这周发生的事情呢 那其实真的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啊 沙特的王储怎么想 沙特的官员怎么想啊 那这个我们只能是被动的接受 但是呢我们能做的就是 在金融市场上把自己的投资呢相对的分散 把不同的属性产品啊 做成一个组合 而不是呢集中火力只买一只股票 那么这种时候呢已经过去了 并且呢风险是极大的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金融资讯 以及呢目前的市场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会比较好一些啊 别人亏十万的时候呢 我亏的少一点 这个时候已经是成功了 那么就可以观看我们今天晚上八点钟的网课 啊那么报名电话是03-868-0603 我看你今天晚上八点钟的网课 我看你今天晚上八点钟的网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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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